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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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官榜圖 那官榜圖是明代的一個畫家 叫求英所畫的 那名為官榜 當然就是跟考試制度有關 我們在這次呢就特別跟 各位來分享有關 科舉考試的喜怒哀樂 那因為畢竟在 傳統社會當中 應該說不只傳統社會 包括現在社會基本上考試都是一個 篩選人才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制度 那求英這幅畫 其實很如實地 呈現了一些知識分子 他們在應考的過程 當中的一些內心的變化 當然喜樂參半 當然考上的自然這個 就這個 試圖平順 平步清雲 可是呢 如果沒考上呢 明落孫山當然就 內心非常難過跟 痛苦 那在這個求英的官榜圖當中 都有一些 詳細的描繪 那我們當然藉由這個官榜圖呢 來跟大家 討論一下 整個考試制度它的一個特色 乃至於它如何影響 應考者或知識分子 內心的一些心理狀況 那再來就是 為什麼這麼多人急急營營的要參與 科舉考試 那或許我們可以思考一件事就是 每當 七月多台灣要考試的時候 大家就會報導一些這個 大考啊 直考啊 乃至一般的這個 公職人員考試啊 高考不好等等 那為什麼這麼多人要投身於這個 所謂的一個 官官體制當中 當然這個跟 古今的這個狀況不太一樣 那古代呢 你考上之後呢 不只是這個 有一個固定的工作 乃至於它其實在 身份地位的轉變上 是不太一樣的 也就是說在還沒考試之前 你可能是一般的 嗯 一般的百姓或一般人 那當你考上科舉之後 你就很容易變成一個 提升到上 中上層社會 乃至於可以掌握 權力 譬如說進入政府機構 乃至於接近權力的核心 不管是這個 明清以前的宰相 或是明清以後的內閣 這樣的一個身份轉化 那或許這也是 這個宋真宗常常提到的就是 勸人讀書 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今天就來跟各位 介紹一下這個官榜圖 那觀榜圖呢 基本上是這個球鷹的繪畫 那球鷹在整個畫作當中呢 呈現了一個 讀書知識分子的一個 場景 那你從畫面的右側 你可以看到 三三來詞的應考的一些人士 那當中你會看到 有些是單獨來看榜單的 那有些呢 是這個西家帶券 有些帶來銅圖 有些人物行 但是有些人呢 就有些交通工具 譬如說有馬匹啊 或驢子 那整個畫面的重心呢 就是一個整個 讀書應考的 試指的一個官榜的情形 你可以看得出來 有人這個 抬頭仰望 看自己的名字 有沒有在榜單當中 那 那 有的呢 可能低頭不語 那你可以看到整個人群當中 分幾個層次 在榜單的最下方 當然是比較 關注於這個 考試成績的 一群學生 或是士大夫 那中間呢 就開始有一些 不一樣的一個場景 包括有些人 非常失落 落魄的離開了 可能名落孫山了 那我們等一下 各位如果看這個 PowerPoint裡面 其實會有一些 如實的呈現 那有些呢 可能已經考上了 那所以在那邊高談擴論 甚至在討論議題 乃至於甚至在討論 榜單的 眾舉的人的姓名 那你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在這個 榜單的更外側一點 還有在這個 最外圍 有一群人 可能也在那邊聊天 看事情 那 這批人呢 表情上是比較輕鬆的 那可以看得出來 這批人大概就是為了 可能來陪考 或者是來陪主人 或是陪朋友來考試 所以 這個 神情比較不像 在榜單下面這一群 想要急於了解自己 考試狀況的 知識分子 顯得就比較輕鬆一點 那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 在求音的繪畫過程當中呢 它其實大概有 幾點可以讓你們分享 第一個就是它這幅畫 呈現的一幅就是 知識分子 或是應考者 這觀看榜單的一種場景 所以你看 會有看到 有很多萬頭磚洞啊 或人群互相擁擠 甚至有些互相探尋 可能是 這個 詢問考試狀況 或是詢問這個 初考 或是 主考 題目的一些問題 甚至有些議論 那議論當然就是 包括 考上考不上的人喔 再來我們剛剛說了 還有 第二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一些 考上的 就是那種喜悅喔 就是已經 科考考上了 那種 臉上的喜悅 就呈現在臉上 當然這個 考上的 興奮 當然就跟大家分享嘛 於是你會看得出來 有一些分享跟討論的一些動作 那當然第三項 我們就可以看到一些 這個 比較失憶的喔 或是這個 名落孫山的這些 印考人喔 那這個時候你會看得到 整個球鷹在畫面上呈現 就是比較 可能比較狼倉啊 然後神情非常 這個 落寞啊 然後甚至是難過 甚至於呢 這個已經 失憶到這個 難過到已經無法走路了喔 這個走路都需要有這個 仆人喔 或是朋友搀扶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要 綁單的盛化 乃至於我們剛剛講 登上 這個 綁單的這種喜悅 還有一些 名落孫山的一些 失憶的狀況喔 那 我們剛剛說成 整個畫面的這個 右方喔 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 人群呢 開始疏疏密密的 往這個綁單移動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 有些士大夫呢 或是一些 應考者呢 年紀其實很大 那這也是我們要跟各位 提到就是 整個中國歷代科舉在 整個制度設計上一個很大很大的特點 也就是他其實沒有應考的年齡限制 那我們現在的台灣的這個可能高考或普考可能還有一個年齡限制 告訴你幾歲之後就不能再參加考試了 可是在傳統的科舉考試 是沒有這樣的限制 也就是說他今天可以讓你考到 這個 年長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很年長的一些應考者都會出現 譬如說在例子上常常講會有些什麼老童生啊 就已經是 鬍鬚這個頭髮斑白了 但是還是一個 這個非常這個 低階的一個 童生 那這邊畫面的右側你會看到 我們就可以看到一些還有一些組著墓葬 那你看到 雖然看起來先鋒盜鼓你也看得出來 他其實有點年紀了 那甚至有些同仆在奔跑啊 然後可能 這個 這個 鼓勵著這個主人呢 趕快來看榜單這樣之類的 然後再來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榜單底下就是萬頭磚洞 各種各式量的人 然後還有叫夢巨馬匹 都擠在榜單下 那就是為了了解自己 的名字是否出現在榜單上 所以你看到很多人這個抬頭 很努力的注視著 仰望著啊 大概就是呈現這樣一個 細分啊 那再來畫面的這個 我們剛剛講中段這一塊呢 會有一些輕衣的 士大夫啊 就是 輕衣的這個 士考者啊 那他們穿的可能比較 淺色的啊 深色 淺色的衣服啊 那代表他們是 嗯 身分低位還不高啊 那是來參加考試的啊 那中間就可以仔細的看到一些 這個 硬考者他們就是 神情落寞的樣子 然後 身體還要需要旁邊的 兩旁的人 互相搗扶 因為他們可能 從這樣的一個神情跟 落寞的表情 你就可以發現 他們其實應該 有可能都是一些 啊 考試落榜的一些 讀書知識分子啊 所以這樣的呈現在 球鷹的畫作當中 特別是在畫作的中段 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明顯啊 那當然我們剛剛說的 再來就是靠近 這個更外圍的啊 你看到有些 這些 參與 觀看榜單的人 他們神情又更加不一樣 有些呢 甚至可能就是 翹著二郎腿 有些人可能坐在馬P上 有些人坐在板凳上 那一副就是這個 談天說笑的感覺 似乎就好像事不關己 那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最外圍的這一群呢 大概就是一些 考場上的一些 陪考者啊 或是印考 印考者的一些 仆人啊 或是朋友 所以他們神情比較沒有像 剛剛我們提到 這些 不管是興奮的 考上的 喜悅的 或是是 落寞的啊 好 那我們剛剛講 在這個圖片的最左側 就是大概就是 一些官府衙門的這個 入口了 所以他這裡有派了一些 士兵們把守 那其實我們在這個 球鷹的官榜圖當中 其實可以來跟各位探討一些 讀書知識分子的一些裝扮 譬如說 我們可以看到 在球鷹的揮畫呈現當中呢 你會看到一些儒生裝扮 大概就是有所謂的儒巾 就是 我們一般講就是 儒家知識分子所帶的一種 方巾 那這個方巾呢 大半都是比較軟的 舒適的 那等一下我們會跟各位提到 它的那個形質呢 其實有 各式各樣 再來就是 如者裝扮通常都會有一些披風 披風 那我們剛剛說這個 知識分子呢 他 在這個衣服裝扮上呢 特別是在明清以後呢 他們有制定一個 就是頭髮上面是 要帶一些所謂的網巾 這個網巾呢 其實有點像網子一樣 它其實是要把你的頭髮給綁起來 要整齊一點 那整齊的目的是 為了讓你可以戴官帽 那 不少知識分子 他們戴帽子就比較 平穩 四方 那 有人說呢 這個就叫四 特別在明代初期呢 就給他一個有趣的名字叫四方平定金 就是帽子看起來是比較平整的喔 那再來你可以看到這些 因為世代部還沒考上科舉 所以他們穿的衣服是非常的樸素 大概一般來講都是以白色或淺色系居多 譬如淺藍色或淺這個或青色 那大概就是我們剛剛講 會有些披風 然後一些腰帶 就是 然後帶一些罐帽跟頭巾 那這個是大概傳統世代夫的一個 常見的裝扮 那這種網巾這種東西呢 在明清比較經濟繁榮的時候呢 它也被當作一種所謂的必需品來使用 也就是在一般的攤販或店面 其實你可以看到販售所謂的網巾 也就是把頭髮網住的那個網巾 那特別像明清以後的一些 比較著名的描寫市井百態的畫作 比如說南都繁匯景物圖券 裡面就描寫到說明清呢 其實在燒免經濟的影響之下 其實是有販售 特別販售網巾的一個店鋪 那這邊也可以看到一些這個 一些書籍 天空開戶裡面就會記載一些 一般除了事態部之外 民眾也是為了勞動的需要 會把頭髮給盤起來 那盤起來之後 它需要一個固定的東西 那一般來說都是所謂的網巾 套在頭上的 好 那當然這個我們剛剛說了 從讀書的知識份子的一個裝扮來看呢 知識份子它其實有網巾的一種特性 那這個網巾其實很有趣的是在整個理智的規劃當中 它其實把它當作一種象徵的工具 那譬如說在明清呢 特別是明代初期呢 它制定這樣一個網巾其實背後是有些禮教 或社會制約的一個功能 譬如說我們剛剛講 網巾的目的是要把頭髮給包裹起來 然後穩定住 所以明初認為說 這個叫做法術中原四方平定 就是法呢頭髮是包紮起來的 法術中原的意思當然有兩層意涵 第一層就是把頭髮綁好嘛整齊 第二個法術這個法就是有法律的意思 就法律的法諧音啊 代表說這個中原呢已經被一個完整的統一了 譬如說像朱元璋就用這種方式 告訴你說我們這個中國統一了 所以法術中原四方平定 那這也是為什麼在明初的時候 這些所謂的如今 它早期都稱之為四方平定經的原因 或者是說我們剛剛講法術中原嘛 或者另外一個叫做用以果頭萬法俱齊啊 當然這邊講的也是一樣兩個意涵 第一個表面上就是萬法俱齊 就是所有的頭髮很多頭髮 都因為這樣廣經呢然後非常非常整齊化衣 可是這個法呢我們剛剛說 就是那個法法律的法的諧音 那也就是說這樣的一個狀態告訴我們說 這個社會秩序是安定的 所有都在秩序都在這個有規劃穩定的狀態 所以萬法俱齊 它其實背後有一些這樣的一個意涵 那我們這邊看到這個三材圖繪描寫的網巾 更加細緻喔 不只我們剛剛講這個網子之外 它可能有一些編織的地方 可以讓你把頭髮綁住喔 然後固定住你的頭部 讓頭髮不會隨意的飄散 好那我們剛剛講這個球鷹呢 基本上它是一個明代很著名的一個畫家 那這個畫家也很有意思 因為它早期呢其實是畫工 就當然做油漆工嘛 但是後來對繪畫有興趣 然後慢慢的這個參與一些創作 那它大概是明朝比較中期 中後期比較重要的畫家 在江蘇地區 那江蘇地區基本上是一個 藝術非常繁榮的一個狀況 不只經濟繁盛喔 藝術品也在流行喔 所以球鷹的繪畫 包括後來的這個 江蘭四大才子喔 譬如唐波古這些人 都是在江蘭這個地區 所謂的蘇派 無門 那它大概球鷹我們剛剛講是職業畫家 那它在整個官榜圖的呈現當中 我們剛剛說描寫出這個考試科舉 舉止內心的一些情緒變化 那其實相同的畫作在 青代以前你常看到 譬如說青代良想 它也曾經畫過官榜圖 那這個官榜圖跟明代球鷹的官榜圖 就有些不太一樣 因為明代球鷹的官榜圖呢 主要是在描寫放榜之後的一個場景 於是大家爭相跑到榜單下面聚集 看自己的榜單 可是青代良想的官榜圖就不太一樣喔 因為它還沒放榜 所以是一群讀書分子在 公門外等待放榜的一種場景 就等待想要看自己的榜單貼出來的一個場景 那乃至於青代的一些畫報啊 譬如說這個點石齋啊 或者這個天津畫報啊 有些畫報呢也會呈現一些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考試的一種狀況 那我們剛剛說呢 這個考試的制度基本上 一直影響著我們傳統的文化 因為我們一直用考試制度來做為一個文官鑑別的 一個很重要的手段 所以即使我們現在這個號稱推薦真士啊 或多元入學啊 其實考試這個本質基本上都沒有改變過 所以每年的7月我們會看到所有的一些新聞報道 乃至於我們剛剛講這些陪考的考生 陪考家長或是考生自己本身呢 都會對於指考啊這種大事呢 或是國家考試呢 都非常非常的慎重對待喔 那當然我們現在考試呢 比較跟古代不太一樣喔 古代你要親自到榜單下面去看 然後感受那樣的一種 情緒上的衝擊喔 不管是喜悅還是悲傷喔 可是我們現在比較有意義的是 就是我們現代化啦 所以我們是用可動上網去查閱自己的這個姓名 那當然快速跟便捷 可是相對它就 無法呈現出像球鷹這樣子 一群這個讀書人在擠在榜單下面那種觀看的一種特殊的風情喔 好那當然我們要透過考試制度來跟各位這個分享 考試制度為什麼可以流傳這麼久 一直到現代喔 到民國喔 乃至於 大概依照我們現在的這個歷史發展來講 清代最後一次考試就是在這個光去末年就結束了喔 但是我們剛剛說過 考試背後的那個精神跟意涵 也就是用考試來篩選或見別人才的方式 基本上到目前為止都沒有改變過 只是它的名稱或它的形式有點改變喔 但基本上精神是不變的喔 那考試當然這麼多人要硬考 那怎麼樣去篩選 怎麼樣達到所謂的公平性喔 那這個在傳統的這個科舉當中都有些規範 所以在規範過程當中呢 會有一些專門預防 考試舞弊的方法喔 譬如說我們這邊提到的記竹喔 就是晚上要讀書的時候 因為不帶考試跟我們現在不太一樣 我們現在考試大概是考一天然後就回家了 然後可能來個兩天或三天 那可是傳統的考試不太一樣 因為它怕你舞弊 所以它基本上會把你關在一個共院裡面 就是一個考試的地點他們稱之為共院喔 然後呢就把你可能在裡面關了幾天 那裡面所有的飲食、睡眠 包括你的書寫、考卷、考題 全部都在一個小小的一個空間裡面 我們等一下會跟各位介紹喔 那預防這個考試舞弊呢 它基本上有幾個手段喔 第一個就是記竹 就是讓禁止你再多帶蠟燭進去喔 那我們剛剛說了 因為它在關在那邊一天嘛 那晚上的時候呢 可能你就要寫作 或是突然有靈感想要寫一個寫答案的時候呢 沒有照明喔 所以基本上要點蠟燭喔 那考試為了公平性它可能有固定發放 譬如說幾根蠟燭 寫完之後呢 你用完了就不能再用了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能只能 這個透過月光喔 然後開始寫作 所以對於蠟燭這件事情呢 它的控制是很嚴格的喔 那所謂的記竹之境就是 不讓你再多給蠟燭 因為這表示一種公平性嘛 在瑕疏之境 當然一樣的不能帶小抄嘛 所以不能帶一些這個 考試相關的一些書籍或物品進去喔 所以瑕疏喔 再來有所謂代筆之境 代筆就是 嗯 我們就是我們一般俗稱的槍手 就是你冒名頂替幫人家考試的 有些人可能自己考的不是很好 所以找了一個比較會考試的人 然後冒名進去 然後替他寫考卷喔 這是不行的喔 再來就是所謂的所願制度 就是考試的時候呢 就是把你整個鎖起來 就把共願整個鎖起來的喔 再來就是親屬迴避 就是當然 如果你要考試 那你的父親或幾等親裡面 有在考堂裡面工作喔 或甚至出題喔 基本上這都是要迴避的喔 那我們剛剛說 不只是在一些制度上 還有包括一些考卷上 他們也會做一些嚴格的一個 預防喔 譬如說 迷風 迷風就是考卷寫完之後呢 要把考卷給封起來 然後把你的名字給遮掉 迷風跟這個胡名喔 就像我們現在考試喔 大概不用本名了 然後可能用一個 準考證的編號 一個方式 再來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騰操 騰操就是把你的考卷呢 再重新操一遍 因為怕有些考官跟學生 他們可能會互相有暗號 或者是他認得自己學生的筆跡喔 所以根據筆跡可能會認人喔 所以這樣的一個方式 在歷代的考試過程呢 是被禁止的喔 所以騰操這件事情就 是一種考試舞弊的方式 預防考試舞弊的方式喔 那我們剛剛說了 基本上科舉考試呢 他大概一般來說 大概分成這個好幾等喔 不管聳同聲聲援 然後舉人近視 共視到近視喔 層層分隔嚴明 那最重要的基本上就是 我們剛剛講 要到近視的階段 近視也就是會視之後 由皇帝來親自主持 由皇帝來見別這些考生喔 再從這些考生當中 從成績優秀當中 勾選一些 他最喜歡的喔 我覺得他覺得最 覺得最有才幹的喔 那他就分成三甲 所謂三甲呢 就是一甲是我們比較常聽到的 叫做四近視基地 一甲大概有三個人喔 一甲大概 我們一般常常講 狀元榜眼探花 講的就是所謂的這個一甲 那二甲呢 這個叫做四近視出身 就是四近視出身喔 那二甲大概也有上百人 那三甲呢 就叫四同近視出身喔 就是也是一兩百人這樣子喔 那也就是說整個在會視以後的過程當中呢 近視其實最重要的 一般來講大家還是關注的是這個 狀元榜眼跟探花 也就是我們一般所稱為一二三名喔 那這些考上之後呢 可能還有一些儀式喔 那可能皇帝會驗請他們 然後移請榮歸的這個返回家鄉喔 那甚至呢就會 這個我們剛剛講在家 家族裡面身分地位就不一樣喔 那鄉里也是一樣 整個家族也因為你考上科舉 那讓整個家族呢 這個受到相當不錯的待遇喔 那當然呢 考卷的這個 我們剛剛講近視這塊喔 是要透過皇帝的會視 那於是由皇帝來親自挑選 他覺得優秀的名單 那當然 考官在評考軍的時候 基本上他會給他 有點類似排列喔 就是很評分啦喔 他可能會評第一名 最高分 次高分 然後第三高分 然後排下去 可是皇帝不見得最高分 他就會勾選他會狀元 因為我們到後面的時候 其實會跟各位同學分享一下 就是 你其實有時候考試考得再好喔 有時候還是要一點運氣 因為你會看到歷史上很多 所謂的狀元 他本來是有機會當狀元的 但是因為 一些小插曲 或是可能是皇帝的情緒 那 這就跟狀元這個機會 就擦身而過了喔 好那當然我們剛剛講 這個考試有一些 嚴格的規範 但是仍然無法避免 是指在應考的時候的那一種 對富貴的可求 或是對仕途的可求喔 所以有些人呢 當然就會比較會做一些 考試的舞弊啦喔 那 例子上 科學的考試的舞弊呢 大概就是 譬如說指 事前的賄賂 或是你夾帶小抄 或是我們剛剛講的代考 代槍手具 或是在考驗上做一些記號跟暗號 那這些記號跟暗號其實是要跟這個 主考官互通 生氣的喔 那 我們也可以看到這邊提到這個 貢院的號色呢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小小的一個 空間喔 那你基本上 兩個木板隔著 那 一方面坐著 然後一方面 比較高的就拿來當桌子使用 那晚上呢 號色呢也是你睡覺的地方 那整個 我們剛剛講一個所願的制度 就是考試的時候 基本上是有人巡弱的 那有人巡弱的話 當然就會 比較嚴謹 嚴密一點喔 這個是 傳統科學制度的一個規範喔 那 有些這個 現存的一些 在科學舞弊上的一些資料 你可以發現 很多人的小抄 那這樣的小抄其實是 把這個 這個 硬考考試的內容 密密麻麻寫在 一些 這個 小冊子 或是資料上面喔 那 目前最高紀錄呢 就是有一些 所謂的 5B的一些手抄書呢 在12乘以7的一個 大小當中呢 它裡面可以填寫了 800多字喔 那甚至有人就是把小抄 這個貼在身上啊 或是貼在內衣上面喔 或是這個 藏在鞋裡面 或者在暗袋裡面喔 那當然這個 科學舞弊是不可取的喔 那 其實背後 翻譯到一件事就是 大家對科學的 渴望跟 奢求 那為什麼要渴望呢 因為我們剛剛說了 科學只要一旦考上 你的身份地位 就會跟著改變喔 那在傳統社會上 就說呢 就是人叫 適合 就是把你這個 粗布的衣服給 粗 比較粗陋的衣服給脫掉 換上比較華麗 然後比較富貴的衣服 那這個就代表說 人 身份地位的轉變 而且 有些 時代呢 不只身份地位轉變 甚至對整個家族帶來 一些很好的利益 譬如說這個 上門啊 潔心人變多了 那再來就是我們剛剛講 可能在地方賦稅是會減免的喔 所以這個是 我們剛剛說 科學考試帶來一些比較 大的一個經濟的效益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小超股子在 12乘以17字當中寫的 紙張上面寫了 八百多字 那甚至有人 在這個衣服上面 Branch 都寫了 很多的這個 答案喔 這個是我們剛剛講 科學 如此誘人 吸引人的地方 因為他可以 我們剛剛講 身份地位的轉變喔 那當然我們講到科學考試 不免会讲到舞弊 那不免讲到舞弊呢 就会提到一些所谓的弊案 那考试的弊案在古代称之为科场案 就是科考嘛 那比较有名的大概就是 我们可以知道就是 一般民间传说的唐波虎 唐义 他其实曾经设入了明代 在洪志十二年的一个科举考试的弊案 那这个弊案呢 那这个众说纷纭啊 有人说其实 这个参与舞弊的根本就不是唐义 而是另外一位 那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唐义因为这件科举弊案被处罚了 那处罚的原因是因为 考试作弊嘛 舞弊嘛 那处罚他非常非常严重 叫做冲力 就是这个人呢 一辈子不能够当官 只能当利 因为古代的社会就是官跟利嘛 这也是我们刚刚讲 为什么要科举考试 因为你没有科举考试的话 大概就是你一般就是梳理一下 可是你当官的话就不一样了 你可以有品质 比如九品啊七品啊 最后可以进入中央 进入内阁或进入朝廷当大官 那唐义是一个有才华的人 当然觉得说我 这个舞弊案又不是我做的 我只被牵连了 那被冲力所以非常抑郁不得志 一辈子不能当官 无法施展报复 所以呢 他就只好在家里卖话为生 那民间基本上很同情他 所以对他是比较 比较在描写上面呢 就赋予极大的同情 所以你会看到民间会有一些什么 唐伯虎点秋箱啊 什么九美图啊 说他娶了几个老婆 但事实上历史上 唐伯虎并不是这样的人 因为他曾经一度生活非常非常困顿 绝对不是民间小说 传说的这么的奢华浪漫 那当然 我们简单跟各位提一下 这个科举案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就是有几个人进京赶考 一个人叫唐义 就是俗称的 就是我们一般民间称之为唐伯虎 他是举人 而且在书州这块的这个地方 其实已经被视为是一个 天才的一个读书人 所以他举人的成绩非常非常的高 那刚好在路上遇到一个姓徐的 叫徐金 那徐金可能不知道 各位可能不认识徐金是谁 可是我相信提一个名字 各位就比较印象深刻 徐霞克 而徐金就是徐霞克的祖父 所以其实徐霞克跟这个唐义 其实之间还是有点关系的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徐金就徐霞克的祖父 跟唐义一起去接办考试 那考试之后呢 因为徐金是有做生意 所以家里家产比较多 那他也认识一些金师的一些 一些雇 父亲的故人 所以他就来到金师 这个金师的时候呢 就遇到一个人姓程 叫程敏正 这个人呢 刚好是考试的主考官 那徐金又带了唐颖呢 就一起去拜访 这个程先生 那程先生呢 也接待他们 那是个汉林学士嘛 温文如雅 好 结果考试出来 考完了隔天 这个据说呢唐颖呢 因为唐颖一向是非常自大狂傲的 他就跟大家戏虐的开玩笑说 这次考试题目非常好 这个相信一定是可以考得很好 那大家就认为说 这个唐颖一定会高分得到状元 那唐颖自己也沾沾自喜的认识 我一定会考上状元 结果呢 这件事情被一个济世 济世中 就是 严官之道 结果一放榜 果然 唐颖是 这个考上 那于是这个济世中 认为说你们之间 之间一定有勾结嘛 我们刚刚讲 这个姓陈的陈敏正 他是一个主袍官 于是滑场 画场就 弹劾陈敏正 然后顺便也弹劾 唐颖跟徐金舞弊 那这件事情到最后 算是一个悬案 因为到最后我们看到了 现在官方资料是 两个人都各打 五十大板 也就是 弹劾的画场被调职 其实就是处罚他 然后呢 主考官的陈敏正 强迫致士就强迫退休 而这两个考试的学生 就是刚刚讲 唐颖跟徐金就 有充立 充立 充立就是不能够 以后这不能够当官的 就是都不能在考试 不能当官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 众说纷纭 有很多人认为说 其实他是 画场是侠院报复 但是也有人说呢 确实他们之间 可能中间 可能有一些 这个过程 就是可能有舞弊的过程 那可是 民间可不这么认为 民间觉得 唐颖被这个 充立的时候 其实对他 心生同情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 唐波乌点秋香 这位秋香呢 是在画府 而这个画呢 这个其实跟 其实有点影射 这个画场 那也就是说 民间觉得说 画场他在这个 谈恶方面呢 民间觉得他比较不厚道 所以他对他产生了一些 这个 不好 好的一个观感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那好吧 那就 唐颖既然能够 不能够考试 那好吧 那至少也要把 画府的一些 最漂亮的 这个婢女给带走 那就秋香 所以这个是 这个在整个 洪志十二年科场案 的一个状况 好 那我们回过头来讲 这个科举制度 会考上的原因 让大家趋之若悟 其实跟天子门生 这个制度有关系 也就是我们刚刚说了 考试考到最后面的时候 其实是 皇帝要亲自殿氏 在宫廷里面 皇帝亲自来 点选他要的人才 所以很多人就以此为荣耀 因为见过皇帝吗 因为古代皇帝 不是那么容易看到的 所以呢 他就觉得说 那皇帝亲自点选我 那我们就是所谓的天子门生 那天子门生就不一样啊 天子是你的老师 皇帝是你的老师 所以这样的身份的尊荣 就非常非常荣耀 所以 基本上天子门生这个概念 是从宋代以来的 所以宋代的皇帝通常会在科举考试之后呢 亲自的在最后一个关卡 就在电视的时候来筛选 他需要的人才 所以大家觉得说 这样皇帝亲临 然后我又看到皇帝的尊荣 觉得会无上的光荣 所以呢 你考上之后 马上皇帝就赐给你一些袍户 就衣服 换衣服 换成一些绿袍 然后还有户 户就是一般来讲 我们说这个 上朝言官的时候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身份的一个转化 我们刚刚讲 这边提到叫适合 适合就是把你 和就是一种初步的衣服 所以把你初步的衣服给换掉 基本上 就代表你换到更尊贵 更鲜艳的衣服 其实背后代表的是 你身份地位的转变 那我们刚刚讲 你考上了 他要唱名 然后皇帝开业会请你 然后最后呢 朝谢 拜谢皇帝 最后呢 甚至为你 磕碑 他们称之 我们一般称之为 提名碑 就是谁考上 在某一年考上了 然后再来把你考上了 这些名录呢 编成一本书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国家资助在对于这个考生 其实非常非常的一个 遵仇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 因为宋代的一个过程当中 让我们知道说 宋代 嗯 他其实是很注重 这个读书人的哦 那当然跟宋代的一个基本国策 就所谓的这个 众人亲母是有关系的哦 所以 我们一般来说 在宋贞中就写了一篇叫做劝学篇 就是鼓励大家读书的哦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提到的这边什么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千宗树 书中自有严如玉 书中自有这个什么 车马 然后就是其实要告诉你 就是要努力的读书 那这样读书的一种风气 跟一种概念 其实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 所以我们一直现在认为说 即使不管现在变成360行 或者3600行 那读书 基本上大家还是觉得说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职业 那当然这样的转化 当然会让人家产生一种 迷思 所以你各位如果有兴趣 会看到在这个宋代志义当中 就写一篇很有趣的故事 当然宋代志义它是个小说 他就写一些这个 鬼怪狐仙的东西 他里面就提到一个故事叫书痴 就是一个男生叫狼玉柱 每天 就是受了这些我们刚刚讲的 宋真宗讲的这句话 就写说书中自有 前宗树书中自有严如玉 他就相信书里面会跑出食物来 书里面会跑出美女来 书里面会跑出房子来 所以他一直读书 一直读书 然后大家都笑他是书痴 就是这个故事的书痴 可是各位不要忘记 宇戴志义是一个鬼怪狐仙的神话 于是他真的有一天读书读到 颜如玉就出现 而这个女主角 也许是女语鬼吧 她的名字叫颜如玉 结果当然后来就 牵扯了一些 神话传奇的故事 那我们姑且不论 这个小说当然是一种戏言 可是他最重要讲的是 读书为什么这样的诱惑 这些读书分子 那我们刚刚说为什么参加科举 其实参加科举 它背后其实代表用身份的转化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 有一张图上面写了一张 一个鹤站在一个鹤立 不是鹤立鸡群哦 鹤站在一个像麒麟的上面 这张图其实代表就是一个文官体制 最高的荣耀 因为仙鹤 就是一般来说 不管是明清 他的官员当中 他的身份衣服当中 那个补服啊 最高品质 大概是一品 正一品 那麒麟这些呢 当然就是五官的一种象征 所以我们刚刚说 其实科举背后 它就是希望能够身份地位的转化 可是我们刚刚说了 固然从一品到九品 这是清代的分法 那明代是一品到七品 这些补子 衣服中间这块的补子 这些动物呢 一些 当然有人开玩笑 什么衣冠禽兽 讲的就这些啦 就是你身上就是有衣服嘛 有勤有兽嘛 那其实就是用文官的标志 考上了固然高兴 那没考上怎么办 那没考上呢 当然内心就非常非常的 这个怨恨啊 那考上了自然荣耀 所以你看到一些 这个图像会告诉你呈现 人是站在一个龙的上面 然后很多人服侍 或是我们刚刚讲的 仙鹤啊 然后这些麒麟啊 所以明天常说 招围田舍郎 木登天子堂 也就是 早上呢 你只能可能还在那边 种田做劳动啊 可是呢 你考上科举之后呢 木登天子堂 就可以到 这个皇帝面前 甚至可以当高官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说法 那 那我们刚刚说了 你考上了当然固然高兴 可是不考上怎么办 那当然内心很挣扎 挣扎很痛苦 那我们这边就来跟各位分享 历史上其实很多人 其实考科举都不是很顺遂的 而且很多人都是名人 譬如说 孟娇啊 对不对 还有文真明啊 徐卫啊 包括刚刚写聊在自己的 普松林也是一样 还有所谓的 被视为近代重要的一个 知识分子的推手叫做 魏元 他写了海国图字 他也是一样 屡次落地 以明清来讲 基本上科考大概三年一次 除非有皇帝 特别在让你考试叫恩科 特别在加考一场之外 一般来说它三年 所以各位想想看 像文真明 九次没考上 九三二十七将近三十年 内心这样很折磨 很痛苦 所以我们刚刚讲 到底是屡战屡败呢 还是屡败屡战 这样内心的挣扎 是很痛苦的 这反映出科举制度 最可怕的一个限制 就是他没有年龄限制 也就是你一直考到 自然死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 我们刚刚讲 内心的挣扎 其实是很痛苦的 像清末在点实在画报 就画了一个新闻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考中命 就是有一个老同生 他考到六七十岁了 好不容易考上举人 结果很高兴考上那一天 就不小心跌倒 就误乎爱哉了 所以就是说 我们刚刚说的 考试其实对这些知识分子的压迫 其实是很大的 那因为没有年龄的限制 所以大家义无反顾的 投入了这个考试的一个行列当中 好那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内心的挣扎 当然带来情绪的变化 有些人情绪的变化 是非常平和的 那只是一种怨恨跟哀怨而已 可是有些人就非常非常激烈 那他可能就会 做出一个更激烈的 我们等一下举出一个 例子上 状元没考上 可举没考上 然后参演导致国家灭亡的三位特殊的一个知识分子 那孟教算是比较客气的 他就是考上 然后46岁才考上 然后考了很多次 那第一次呢 他写了一首诗 然后就是这个 描写自己没考上 春风得以马蹄吉 一日看尽长安花 以前看到长安花都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非常难过的 可是呢 现在考上了 景物依旧啊 心境完全不一样 以前看到的花就是难过啊 然后就觉得什么 人家看到的是花朵啊 人家看到的是绽放的花朵 他只看到那种悲伤的情绪 可是后来呢 考上一日看尽长安花 多么的潇洒 多么的气派 好 那当然 如临外使也是一个例子啊 就是这个犯境重举也是一样 犯境重举之前呢 只是一个书呆子读书嘛 连他岳父都看不起他 三不五时就用言语来这个 羞辱他一下 后来 这个 让他难过 然后连人也看不太起他 这个邻居也觉得说 那不过就是考试了 这也考不上 可是一旦 你看我们刚刚讲 犯境已经落魄到 要把家里的母鸡拿出来卖 而且卖东西还非常狼狈 还有插个标签 然后很不堪 可是一旦中举 邻居跟他的岳父 看他的表情都完全不一样 岳父常常打这个 还没考试之前 常常打那个犯境 就打骂他这样子 可是到最后 因为我们刚刚讲 犯境考上自己也不相信 就失心疯了 发疯了 然后旁边就说 那你就是要岳父打他一下吧 让他醒来吧 结果呢 虽然岳父常打他 可是这次打他去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因为他觉得 以前打了就不过 就是一个不成才的犯境 可是这次打了什么 是官人啊 是官员啊 所以他打了之后 觉得自己内心不安啊 所以这样的感觉其实很突兀 很强烈啊 那 当然这些我们刚刚讲 后来这是好的结果 可是呢 这个从宋代到清代呢 就有三个人就很特别了 因为他们一样没考上科举 可是呢 让国家差点亡掉 第一个人就是北宋的张元 第二个 就是唐代末年的皇朝 第三个 就是著名的 洪秀权清代 所以这三个人就很特别了 就是基本上 因为考不上科举 所以对国家政府怨恨 所以就投身到别的地方去 看皇朝之乱 唐末天下大乱 那张元是跑到这个西下去 对北宋造成威胁 洪秀权更厉害了 上天 信天地教嘛 建立了太平天国 那基本上 清朝一度差一点 丧失了长江以南的领地 那当然后来靠了 陆陆续靠了 曾国藩这些人 这个 把这个太平天国给出 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那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 考试其实是一种 憧憬 那也有实质的帮助 可是内心 挣扎很多 因为考上了 固然喜悦 可是考不上了 内心真的非常非常悲伤 所以我们刚刚讲 有些人的反抗是比较 平和的 像孟娇啊 像范靖一样 可是有些带来就很情绪化了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 皇朝 譬如说洪秀权 那这样的一种内心的挣扎 那刚刚我们刚刚讲 科举制度下 它其实背后代表了 皇权跟人才运用的一种状况 也就是我怎么样去任用人才 是由天子来决定 虽然我考试有一套机构 譬如说礼部 他可能圈选了管理考试的 或是这个考试制度 圈选了好几个人 前面三名 最后勾选了 还是由皇帝来决定 所以这个皇权的一个 这个权威性 在科举制度上 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那我们刚刚讲 当然有些有才能 但是有时候有时运不佳 所以他其实有时候考运不好 所以他导致他一些 这个在状元的资格取得上 是非常坎坷 甚至把这个状元资格 拱种让人 那我们这边整理了几个 几个比较冤枉的 其实考试考得非常好 那排名也非常好 就是这些 我们刚刚讲礼部 这些在排名上排第一顺位 可是就是遇到皇权的干涉 就是皇帝的一些意志 导致于他们其实就 就刚好丧失了这个 这个状元的一个头衔 比如说我们这边跟各位提到 明代红武时期 有个人叫做花伦 他本来在考试当中 电视第一名 可是呢 至于说呢 这个就现在看到官方知道 是说 朱元璋在考试前一天 突然梦到了一个 一个就是让他奇异的景象 然后呢 他发现一个很漂亮的钉子这样子 那起来之后呢 觉得非常的怪异 非常的惊讶 那就百思不得其解 那后来当他在勾选这个 近视的名单的时候 发现第一名是花伦 第二名叫钉险 姓钉 他觉得这个钉险好像似乎是 跟我梦中遇到的 梦到的场景一样 所以 他就勾选了钉险 而花伦本来 有机会拿到状元的 这个头衔就拱手让给了钉险 然后再来各位可以看到 在明代 永乐22年的时候呢 一样也是科考 那也出现两个人 就是排名第一跟排名第二的 第一名叫孙约公 第二名叫做行宽 那 后来就 永乐皇帝就名成主了 就勾选了 第二名的行宽 而 不勾选 前面的 孙约公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叫孙约公 各位可能用横的来看 因为 各位知道我们现在其实很多 这个受到科技的影响 其实我们是被制约的 五代传统写字的时候是直式的 你现在横式可能看不出来 各位如果拿一张纸 把这个孙约公 子孙的孙约是这个说话的约 公是公见公 当他写值了你就会发现 因为永乐一看看到约公 加起来就是暴字 就是暴躁的暴 于是呢他后面就写个批语叫做 暴不如宽啊 孙暴不如行宽 就是这个姓孙的很暴 暴躁 可是姓行的呢 很宽厚 他觉得说 他觉得宽厚听起来比较舒服一点 于是他就勾选 行宽 所以各位觉得这个其实蛮 蛮夸张的 可是问题是在皇权之下 皇帝有他自由的意志 他想勾谁就勾谁 家境年间33年 23年也出现了 类似这样的场景 不过这人更惨 这人姓吴 第一名的吴 口天吴情是爱情的情 所以他名字叫吴情 第二名叫做情雷鸣 那家境皇帝在勾选的时候发现 各位想想看 状元怎么可以让一个无情的状元 来当状元呢 所以他觉得这个无情非常的无情 于是就不选他 就选了 第二名的情雷鸣 雷鸣 天地动万物复苏嘛 有初春那种心心象的感觉 所以各位看看 皇帝就选了雷鸣 而那种心心象的喜悦 而不要这个无情 所以其实 真的难说了 那来光绪呢 这个最后一次考试呢 他们就考试呢 第一名呢 第一名 前几名大概是谭颜凯跟这个 朱鲁针 然后后面还有叫刘春林的 最后这个康熙的 对不起 那个慈禧老佛爷 勾选的是刘春林 为什么呢 他因为姓谭的 谭颜凯 跟当时的戊戌六君子 谭四童 都同一个姓 所以看了爱言 朱鲁针跟针飞 就那个针字相同 看了爱言 所以最后我们慈禧太后选的是 刘春林 所以你会发现 皇权背后其实是一个人质的社会 就是皇帝说了算 他完全没有一套规则跟法度的 所以我们刚刚说 他其实科举的背后其实他要代表的是一种 我们刚刚说的任用人才 可是当我们发现在这样过程当中 有时候皇权的意志其实会干扰这样的一种状况 所以我们刚刚说不只是皇权的这个任用 皇权的行使跟人才任用 其实他们是绑在一起的 而我们刚刚说了 这个球阴的绘画 其实就是要反映出这样的一种状况 也就是 科考他可以带来身份地位 乃至经济上的转变 那背后呢 其实就是 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皇权或是这些经济的因素 所以考试为什么后来会成为一个 这个 我们在整个传统的东亚社会 来自于西方的这个英国的文官体制 也是采用所谓的科举考试的方式来选择 其实背后是有一套方式的 那我们刚刚说考试基本上还算是相对的客观 也就是说 当然 我们姑且不论 考试的教材 那一直被批评就是 明清以后 可能是用朱子的 朱熹的一个版本 或者是这个 我们刚刚说的 八股文 虽然有些弊病 但基本上考试它还算是相对客观 也就是你在做题方面 考试答题方面 相对它是一个比较相对客观 一个制度 那当然我们现在设为在 三选人才的时候 当然是用多元鉴别的方式 比如说征选之类的 可是有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这样的多元入学 当然有它的好处 因为它可以看到 每个人的特色 或是一些优异的表现 可是 在整个考试制度上呢 确实 它还是有它的一个相对的客观性 否则科举制度不会从 随唐以来一直延续到 清末 所以这个其实也许我们从 球阴的这个观榜图当中 背后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今天呢 大致的内容 大致就说到这里 那我们就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